好 我們講講多項選擇題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數學科已經是一個主修科 它是考你過去由小一到高中第三年 或者我們叫中六 那麼多年來的數學能力 所以其實它也不是太多很難的題目 但沒得難之餘它又要分辨學生的能力 它只能夠在題目裏做少少手腳 但做了手腳之後 同學又覺得經常被人陰道 又說自己不小心 其實沒有這些事情 我就將過去一六年的時候 有什麼大家要注意 或者這幾年的趨勢做了一些 summary 大家不妨聽一聽 第一類是同學經常說自己不小心 其實不是不小心 在概念上還有少少問題 譬如第一條 一些很簡單的指數 上一年呢 一六年出了8的222次方 乘5的66次方 這條數如果出A的3次方 OK 然後22 再乘B的22 個個 或者不要說個個 多了人做得好的 大家換了個8 乘2 5 那些人就馬上變了4888 那就錯了 OK 沒有這些事情 OK 那大家 概念上 這個就不清楚了 指數相加 底數相成 是有些條件的 譬如 又多一條16年的第七條 這些不等式 它是用and 有一同學做完答案之後 又當作是or 來想 記住and 是重疊 or 是拿全部 OK 還有呢 通常選擇題mc 就是and 然後我們的paper1 就是or 這些都不可以錯的 又例如 上年16年的第八條 這樣 哇 一見到eco words 那些同學就delta等於0 配米式等於0 那就b2-4ac等於0 譬如這條數就是k2 減4乘2 a就是1 c是什麼 有同學想都不想 就寫36 一見到英文字母 以為那些是x 那你寫36下去 就是錯 OK 但是錯得來之後 又有個答案 就是b那個 它是預料你會這樣想的 記住那個c是什麼 就是8k加36 這是第一種 那些同學就是大2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大2 是概念上有問題 好 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就是答非所問 OK 答非所問 其實就不是你們 就是別人問你 昨天吃飯沒有 就說 OK 我今天有體育堂 就不是這些 而是譬如第二條 16年的第二條 別人問你x呢 遺漢的x是什麼 有些人呢 是會計算y 會計算a 會計算b OK 砌砌之後 就計算y 計算a 計算b 這些就是常犯的錯誤 或者這條就機會少些 因為後面也沒有x的東西 這些第五條真的多了 4alpha加beta等於7alpha加3beta等於五有兩條聯合方程 OK 它是偏偏呢 是找一個beta的 它是找第二個的 它是故意這樣的 但是你們計算a 等於什麼 就以為有答案 就計算了 那又失敗了 舉個例子 是同一年而已 OK 同一年呢 譬如這個第十三條 OK 它又有個bent x 有個bent y 有兩種牌子 就不知計什麼 它是特意不問你x的 它是特意問你後面的y的 是否很陰濕呢 我又不覺得 它永遠都是這樣 你又不可以說它是陰濕的 不過你們是整天計完x之後 這個y就圈答案了 那記得這個大家要小心點